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Hello Della你好 大家好 是的 近日我又接收到一些傳媒上的報導 這個標題吸引了我 就是說 趙麗穎產後抑鬱 死亡離我者魔近 你卻說我矯情 這個題目就是這樣的 一個作者叫做《氣質犯》 他是一個優質時尚領域創作者 他就說 原來他的朋友和同學之中 都有很多原來患過憂鬱症 其實這個都是很多人 問之下都不知道了 原來他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之間 都有好幾個曾經患過憂鬱症 等他們說回自己的經歷的時候 有些又要停學 即是讀書時又要停學 又要去停工 去看心理醫生 去看食藥 聽了之後又心痛 但又佩服 那談談了之後 其中有一位同事 詩詩都有一段時間是有憂鬱的 談了之後 原來優質凡子是發現自己的情況 當時是屬於一個情緒低谷 都未去到憂鬱的狀態 當時他不喜歡和別人說話 表面上可以嘻嘻嘻嘻 但裡面內心就一片狼藉 他能夠走出這個情況之下 走出這個低谷 都是靠他自己的死撐 報道上說很多明星產後抑鬱 情緒不受控制 剛才標題的是趙麗榮 他在3月8日生了孩子之後 所有他的文章 因為在國內都頗受歡迎 所以有什麼風吹草動 都被傳媒和網友都關注了 一天到一刻就看著他 但按照那個時間上來說 他應該過半月 42日坐月期間 都未完成的時候 已經前幾天被人爆出 而此患上產後抑鬱症 事源就是他的丈夫 馮兆豐 在一次節目之中 講及太太生了孩子之後 就變得很敏感 沒有以前那麼堅強 動一些都覺得自己 沒有把孩子照好 又哭了 覺得丈夫對孩子不夠溫柔 又哭了 他们也发现赵丽永在他的微博上 已经半年都没有在做更新 这个令作者觉得到自己身边的朋友圈里面 成年人有些发泄情绪的方法 在他们的微博里面 一不喜欢就换一下头像,改一下匿名 或者朋友圈两三天就可以看到有些情况出现 但是究竟产后抑鬱 我就是想,当赵丽永第一次做妈妈的时候 面对这个心爱的人又想做得更好 加上那个角色一时转变的时候 接受不了,是闹一些小情绪的 但是觉得这些都是属于产后的妈妈正常的现象 没有想过是一个产后抑鬱的程度那么大 加上因为爸爸是一个超级的奶妈 就是奶爸,也都很嬌重过众容的太太 还有他还有一个二叔在的时候 所以就不发觉到 只是觉得可能他们在那里扭着脚 也有很多的女演员都患过了产后抑鬱 曾经在非常静距离的节目之中 秦海鲁也忍不住自己说一说一说 也就是烟硬了 就是说自己曾经产后觉得被遗弃了 Yoyook就哭 哭到眼睛出了问题之后 甚至恶化到单眼皮倒生的情况 痛到不止连看东西都看不清楚了 因为这个原因迫着自己要去做割伤眼皮 那秦海鲁自己爆了自己产后抑鬱症状之后 顺带他又将张子怡 这也是一个国际的知名人士 都爆出来了 就是说张子怡已经被称为醒醒之后 就是很多醒目的生了孩子 也患上了抑鬱症 整个人徘徊在崩溃的边缘之间 虽然他有丈夫汪峰 还有很疼爱老婆 连外母说老婆一句话都不可以 而这个抑鬱症也要困扰着 也要困扰着张子怡 也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主持人李靖亦产生了一个共鸣 就是说李靖生了他的小孩之后 每一天都莫名其妙地哭 而且觉得非常沮丧 觉得自己变成一头无珠 可能身形各样东西 都不能够接受到自己 亲朋戚友来到见他的时候 探望的时候 一见到他就忍不住哭 但是他一边就哭 一边就解释自己是产后抑鬱 免得对方的誤会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来香港的女星袁泳怡 生下了魔童之后 都患有一个产后抑鬱 有半年 有半年长 当时袁靖靖的脾气 非常怪癖 很多时候都无法自己控制自己 又不想见人 也不想别人碰他的东西 而当时 赵丽永曾经说过 曾经的死亡离我这么近 但你们就个个都说我是矫情 就算每天一万元的产房 一个月四十八万的坐鱼 服务的明星 都会被人说是抑鬱症 潮身 对于新生命的到来 心中石头终于放下了 但是很少人知道 产后之后内分泌发生的改变 尤其是痴激素和印激素 在产后的断癌式的撤退 突然间没有了 产腹的心理和生理上 都很大的变化 加上周围的人和事 很容易都连点了他们的产腹 触发到他们的敏感神经 处理得不好 其实来患产后抑鬱痣 只是一步之差 比如生产之后 没有经验 当然可能很害怕 出院后 回到家 只是觉得自己的名字没有变 所有事情的情况都会变化 对着各种的不满和指责 好像以前这样 三两胎都嫌少 哪个女人不做过妈妈 就好像不是一个女人 以前的农村国家 坐月的时候都要落地 耕田、做事 但现在你不去 就说你是矫情 还有现在有工人服侍 奶都帮你充满 动不动就会不动 自己也不会来 据那个调查报告 有50-80%的产腹 都会出现了抑鬱的情绪 将近有20% 就会发生成为 产后抑鬱症 产后抑鬱症 甚至乎会发展到 成为一个抗大性的自杀 所谓抗大性的自杀 就是试图杀害最亲近的人 一般都是那些新生婴儿 在国内 新妈妈带着刚出生的 宝宝选择自杀的悲剧 一再发生 里面有很多因素 都是妈妈得到产后抑鬱症 后被忽视 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而产生造成抗大性的自杀 例子里面有38岁的妈妈抱着一个7个月大的女儿 在24楼跳下来,当场死亡 30岁的江北妈妈 也抱着不足100天的婴儿 在17楼也跳来死亡 28岁的继男妈妈 喝农药自杀 同时也将她8个月大的女儿 也带走 产后抑鬱症 有些人觉得 就是矫情而已,骗人而已 产后的不可理喻 但是一种一件事 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悲惨事 是不是就是一句矫情 就可能说得过去呢? 就好像我们生了一场大病 因为没有咳嗽出声 家人就不知道我生病了 是不是? 为武则刚 只是想我拥护你全周全 其实产后抑鬱症是一种 怎样的体验呢? 有一个人士回答 如果一个男人 做完一次的开福手术 拖着未有痊愈的病体 下床不到一个星期 就要马上投入一件 24小时需要随叫随到 而你又完全没有经验的工作 稍为做得好一点 没有做得好一点 就做到外边的人 或者亲人的指指点点 这份工作 还不可能给你带来 就是任何的收入和前途 如果随便拿出一条 我相信没有人来接受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 以上的历程上 是变成一个天经地义 在这里我又对丁黑的 鸭里抱以理解的态度 因为我们觉得 一个女人完成了 不是生成才可以吃 而在刚刚上个月 推出了一个 产后抑鬱药的产品出来 就是叫做印稀唇 产品不同 而那个价格是说人民币 十三万三至二十三万五 不是一百几十万 而是慢慢的 几十万 根本很多家庭都不能乘三 一看一听 这些是荷尔蒙药 是不是 大家知道 这个症状 很明显 跟我们的女性 在三十万 那时候 身体的荷尔蒙 突然间跌得很厉害 你看到这些荷尔蒙药 其实是荷尔蒙药 但是收费贵到 简直是 很多家庭肯定是 我相信在国内 你一般的家庭 都不会有 可以负担得到这些荷尔蒙药 看完之后 荷尔蒙药 出产了 好像带来给一些 产后妈妈一些福音 但是根本 第一 在经济上 很多家庭 不能负担得到 而是他们更加需要的是 家人的理解和关爱 所以作为 那些丈夫 爸爸 其实就不要论识你们的爱 你们抱着妈妈 不要只挂着孩子 就不管妈妈 所以在整篇文章里面 他们都不是说 要歌颂一些女性 一定要做妈妈 才有几位 而是希望 产后的妈妈 更可以过回自己的生活 应该就是 互相支持 去关怀 才是最好的方面 听完这篇文章之后 真是很大的感受 作为一位女性 其实在过程之中 她们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去生个宝宝 但是得到这个症状的时候 也都未那么容易 被人去发现到 或者是处理及时 而制造了很多悲剧出来 这个就真是一个很可惜 我们一般人以为 有孩子很开心 家庭带来新的生命 但是原来 你看看这些数据 是吓死人的 但对女性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开心的经验 竟然到六十多日 六十多日 五十至八十百分之 是情绪有抑鬱症 有抑鬱症 有二十五百分之 是发展到抑鬱症 直情成为抑鬱症 可以看看 在我们的自然的领域里面 其实我们一向 处理任何的这些问题 是有很多很多资料 是有很多很多数据 我们在自然的领域里 之前也有几年 我曾经有一集 是一八零三集 是一八零三集 我们都说 产后抑鬱症 是如何处理它 我记忆之中 我听到 当时我提及 多数都是用自然医疗方面 就是饮食方面 有什么营养補充剂 有什么要做到 那时候我都想着 这些事情自己可以做到 就是我教了我们的听众 他有机会 是买得到这些工具 是帮助自己的 今天呢 我就想再进一步 再给大家 更多一些好的工具 希望是 可以多些人受惠的 我就会用讲解 是如何用同类疗法 大家都知道 同类疗法是全世界第二大医疗 有5亿多人应用的 亦都很多国家 70多国家 是有政府认可的同类疗法医生的 那 同类疗法可以说 是平靓靓的 是绝对 就不用说 不需要几十万 几十万 这个真的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去形容它们 但是 很可惜 有多少人知道 原来这些地球上 有250亿历史的同类疗法 对这些问题 可以处理得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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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期待 在下一节的时间 余医生 帮我们介绍这个 最方便 最有效 便宜静静的方法 为很多产后的妈妈 造福 这一节时间 差不多了 稍后我们回来继续 自然疗法 与你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 产后抑鬱的同类疗法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产后抑鬱的同类疗法》 袁医生 在上节尾的时候 说你有250年历史的同类疗法 对于这些产后抑鬱的问题 有些疗剂可以介绍一下 给我们的观众认识一下 在我的三十多年的临床经验 我都处理过很多情绪的问题 也都间中 不要说很多很多 都是有些产后抑鬱的问题 其中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有一位 这个发生在我当时在加拿大 80年代在加拿大行医的时候 我就有一位同学来的 其实他是我自然疗法学院里面的同学来的 他本身也是一位兽医 他的先生也是兽医 那位同学来的时候 他就请教我帮他 原来他是刚刚生了10元仔 他有一种很害怕 他有一种很深的恐惧 为什么呢 他觉得他自己有一种冲动 是想杀死自己的孩子 有时我当时很难想象 因为这个同学本身也是 健健石石 洗身体应该很好的 但是他前天这么说 他说死了你帮我 你救一下我 我有一种冲动 我想捏死我BB 当然 因为他是我的同学 当然我拿了他的资料 了解了他之后 我就配了一个疗剂给他的 当时我配过疗剂 是那个流化钵 因为他整个体型 他就是勤勤力力 好齿得 白白正正 他那种整个阵型 包括他人的体质 精神状态 是符合钵 我记得我给到他之后 他就立刻就好了 他以后 他经常都希望我 能够重复他 因为他学了自然医疗 他也深做同学疗剂 他也问我 将来我有些病人的案例 可不可以请假你 他也知道 他自己是身受一个 很奇妙的疗效 就是用一个同学疗法的疗剂 好了 同学疗法是否需要那几十万呢 可以这么说呢 同学疗法的疗剂 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因为他将一个天然的普通物质 将它经过特别的处理 所谓如何处理呢 将它不断的稀释 充能 充能 将它撞击几十叉 然后有了稀释 再撞击 是一个过程呢 将本来一个很普通的物质 就是那个物质 就是 背壳裏面的内壳裏面 刮了出来 将它慢慢成为这个疗剂 所以说 那个成本 可以这么说 真的 物质的成本 是差不多 没几分前而已 当然 制作过程是需要很多时间 但是肯定是不需要那么贵 而且这个疗剂 它是吃了 我记得是第二个星期 它已经痊愈了 很快的 它吃了几剂 整个身体全改了 好了 我觉得 我听回这次的报道 我觉得真的 挺可悲 而且也令到我很生气 为什么这么多人 要这样受苦 而且这么多的女士 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 而自杀 是不是真的要用这么贵的 荷尔蒙的西药去处理呢 我相信 和疗法是软性软性 这些所有其他的 这方面的治愈 始终西药这么贵 根本就不普及 你所可以救活到的 那些残留医药 那些疗效多少都不知道 是 未知 一听它知道 这些肯定是荷尔蒙药 对不对 现在很多的女性 到肯定期间 又是吃荷尔蒙药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 接着就有癌的风险增加 与癌的风险增加 其实很多时候 都不是一个安全有效 没错 不要说是价钱 它本身是很危险 一个病禁了 就带来另外一些更加严重的病 产后抑郁呢 在我们的动物疗法 是非常适合用的 因为孕婦通常 有时候可能会喂人奶 它不是很懂得 而是在吃西药 精神科药物 很多时候 它可能觉得不应该 那时候吃 因为可能在喂人奶 也可能很明显 很多时候肯定吃过都没有用的 甚至它自己不喂人奶 用奶粉喂也好 始终很多时候会慕容的 因为这个 简单来说 就是表面的解释 就是身体荷尔蒙的冲击 是 但是在同学疗法里面 我们有非常好的疗效 我参考我自己 有本同学疗法的 检查疗剂的字典里面 在那个产后抑郁 我们记录了25只疗剂 意思是 这25只疗剂 都是曾经过去 是很多成功 或者很多产后抑郁的症状 我现在就 我没有办法 将十二十多只 都和大家详细讲解 我只不过 将一些比较上 是最常用得着的疗剂 所以希望如果大家有机会听得到 我们健康店 我们一直有这些疗剂 卖得到的 大家就自己去买 很便宜的 一瓶疗剂几十元 其实你就可以 做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效果 你真的可以 不要说 不要说钱那方面 买些药物 最重要 你的身体很快便会治得好 好了 我今次和介绍 几只 我觉得是常用的 可能大部分都符合得到 第一个是蜜鱼汁 如果是我们同学疗法学院的学生 应该是我们第一堂 第一、第二个堂 我都会讲解的 我们有Section 1、Section 2 蜜鱼汁是属于比较常用的疗剂 所以我通常会在第一和第二节里面都讲了 会介绍蜜鱼汁 蜜鱼汁通常是女性用的 很多时候用在女性荷尔蒙的改变时刻 有时候可能青春期 或者接近供应期 是出现很多问题 当然也是很适合铲合抑鬱 是一个很适合铲合抑鬱的 你看看的阵营 通常蜜鱼汁进入病状的时候 通常她觉得精神和身体 疲累都很累很累 我们形容蜜鱼汁的人的心境 就好像一个女士 背背着孩子 周围那些小孩在圈子来吵 她就在洗衣板上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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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就是没有了情绪 对孩子没有了感情 就好像刚才所说 她不喜欢孩子 对孩子突然之间没有了爱意 是一个很淡的 当然她觉得自己很不开心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说出她的罪述问题 她就会哭 刚才我们的报导 我们没看到 一说到觉得 先生不疼孩子 她又哭 她一想到她 就觉得她哭 而且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希望 是康复不了 好了 蜜鱼汁的人 她哭的时候 她还觉得自己很无助 怎么办 就是没有人能帮得到我 觉得自己很不幸 还要这样哭 那些人会走 安慰她 其实是帮不上的 不如承擦的人 如果你哭 你就可以安慰她 你安慰她 她越来越会哭得更加厉害 所以经常想起 不开心的事情 觉得自己很可怜自己 那些情绪 很明显是很差 而且发现事情 太多事情要做 已经做不到 有些人对他不好,或者周围的人,他先生,也没有人知道他现在是几惨 他受伤得几厉害,这个就是有自杀的念头 所以你也看到,对他周围的人全部没有爱意 通常是自己一个人静静坐在那里,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是yes no,那就算了 很敏感,很敏感,很生气,令到他发生生气 可以这样说,在产后抑鬱,这个可以说是首选的疗势 记住,我说首选,不是说这个一定是对的 你一定要记住,在同类疗法,跟很多其他医疗是很不同的 我们医疗的病,某种问题,某种状态,某种所谓病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疗势的,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的病,每个病人的本质都有一点不同的 他的体质,他的性格,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用疗势就不是说,哦,产后抑鬱 就是这一种,不是的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的资料库里面有25种 就是过去成功医产后抑鬱的 蜜月汁只不过其中一种,比较常用得着,但不是唯一 好了,除了这个疗势之外 第二种,我都觉得是比较有机会用得着的 就是硫黄,硫黄型的人 硫黄型的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觉得 就是觉得 那个,通常鲁黄型的人 在那个,在那个 身份部的时候 时,就已经出现这种 那么这样的一些,这样的 情绪低落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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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那,那很多时,就是... 他觉得 就是...觉得... 好,好,很,好,好,痴症啊 一個,嗯,嗯,像, 就是别人给他一些意见 他就不行了 不喜欢的人接近他 经常跟他吵架 而且很没耐性 小小事都非常没耐性 而且很挑剔的 就是常骂人 哪里不妥哪里不可 这个是蜜如汁 蜜如汁还有这种很强的冲动去自杀 通常他用什么方法自杀呢 第一就是浸死自己跳海 第二就是跳楼 就是这种冲动 刚才你看到我们在报道 很多都是跳楼的方法 硫黄营的人是比较怕热 有些人本身有点不收蝙蝠 这种平时的生活习惯 很明显 当他遇到这种产后 他还有一个硫黄 还有一个情状 他的脑袋是不断的有些人在想着的 硫黄营的人是有这些情况 他有些念头 不断地在他的脑上 不断地转转转转 是脱不了的 好了 即是说硫黄都是我们很多时候 是适用在产后抑鬱的问题 再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疗剂 这个疗剂就叫做英国的初谷 Bellus Perrinus 英文的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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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就算你不是开刀 开刀很明显 是一个创伤 但是也很多情况之下 就是因为整个生小孩的过程 都是令到他很疲累的 我们叫over exertion 就是他用了很多的力量去做 或者是工作得很辛苦之下 所以你都看到 为什么英国初谷 是对这个产学抑鬱很有帮助 那表面症状里面 就是除了情绪那方面 就是会有问题 也有时候会失眠 在三点到五点之间失眠 那经常发梦 发到一些很生气的梦 还有他就经常觉得 那个腹部是一种冤雨的痛 就是好像被人打过 好像被人踢过 这种这样的症状 那这个就是英国初谷 也是应用在那个产学抑鬱 是会很好用的 最后再介绍另外一种 也都是经常用得着 就是那个Pulsatela Pulsatela 我也叫做Win Flower 学过同学疗法的人一听都知道 这个疗剂 这个疗剂是白头翁 叫做Win Flower 白头翁 其实是很适合用在女性的 好了 那我们选择疗剂 你始终知道这个病人 他的症状是到底二十五只疗剂 哪只疗剂 大家都是可以医到产学抑鬱的 原来我们发现白头翁 是一个女性的症状是很特别的 第一他的情绪当然会很波动 他经常会变的 他很喜欢变的 这是一个特征 还有白头翁 那个人的状态 他觉得很需要人照顾他的 要人看着他的 他会嫌弃那些人 他不爱他 或者他会被遗弃 他很害怕这个情况 他自己觉得好像被遗弃 那个蜜蜜蜜就不是的 蜜蜜蜜就直接没有兴趣 你不要搞我 他儿子放开 女生就不要理他 老公也走在一旁 他完全有一种感觉 但是白头翁就不是的 白头翁就相反 他就哭 就怕老公不要这么爱他 有人离开他 就哭得很厉害 还有白头翁的哭 哭了之后 你安慰他 他就会舒服很多 即是要被呵护 对 呵护就会舒服 我曾经所说 好像其他的疗势 你呵护他 你越呵护他 他越碎 越不喜欢 你总之不要搞他 所以白头翁 都是比较怕局 很多时候他喜欢打开枪 亲切空气 流通一下 我刚才所说的那四个疗势 虽然说有25个疗势 对用的 我觉得这四个疗势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 产后抑鬱的人士 都可以用这四个疗势 其中一只 是帮助他们 救到他们的 是 刚才袁医生 讲解四个疗势 出现了那些症状 或者病患者的反应 其实都很多时候 真的在产妇之下 即那些新手妈妈里面 很容易发现得到 有这些情况出现 就算我们刚才根据报道 所说的形容的那些症状 不太详细 因为不是一个医生 拿出资料的案件 其实都可以看到 大概是哪个人 哪个是需要哪个疗势 可以尝试 大家尝试套用一下 试一下 其中的我觉得 刚才说的那四个疗势 其实已经帮到他们 没错 所以不需要 我觉得很可惜 我们这些人类 今时今日 还在这儿 就是在suffer 还在这儿 因为病的痛苦 尤其是中国愿载 是很严重的 最近也看到一份资料 就是说外国 外国有一位西医 都开始说 将来的医疗 就会大大改变 就会成为 叫做功能性的医疗 Functional Medicine 就不像以前传统 判了症之后 拿药去按症状 这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的医疗 如果再不改 我们的人类 就会很难 病会越来越多 刚才我那时也说 现在的小孩 的问题 严重度 差不多 现在出生的小孩 有三分之机会 它是会有糖尿病的 是 所以如果大家面对 这些这么严重的医疗问题 希望大家多多认识 除了我们一般所知的 所谓流行的对抗性医疗之外 其实对抗性医疗不是说没用 只不过应用的地方 是局限于创伤 流血不止 那些创伤性的问题 当然有时有必要的开刀 是要做的 但很可惜 大部分的人 在处理方面 其实是很多滥用的开刀 太多太多了 既然地球上有250名历史的 平靓正有效 非常之有效的工具 为什么会这么少人认识得到呢 其实主要是金钱的原因 因为好的医疗 整个医疗架构都知道 是需要有人病的 才有金钱的收入 所以你可以想到 在这种环境之下 根本不可能会有人 找到一些又便宜又正 又快手医疗的方法 所以就要靠自己了 你明白这个道理 要靠自己 靠自己学 哈利曼医生 在250年前 创立了这个痛苦疗法 在我这么多的医疗里面 我自己也读了四科的医疗 科科都可以拿牌 不是表面读几个周末就算了 我发现痛苦疗法 应该是最有机会 是帮助地球人的大部分的痛苦 因为它便宜、靓、正、非常之有效 以及绝对安全 是的 这个真是的 好 今天也很感谢袁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 这个是产后抑鬱 那个同类疗法应用的方法 希望大家听众听了的时候 然后多点留意一下 你自己身边的人士 尤其是一些男性 一些丈夫 你的太太在做分娩的时候 多点留意一下 减少出现了这些症状 如果就算真的出现了的时候 也有一些便宜、靓、安全的方法 可以帮助得到 好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发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